欢迎来到咕咕健身厨房 不过今天不在厨房里 而是在我家的客厅里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就是减肥和减脂期常见的三大误区 这三大误区其实不仅仅会影响我们减肥和减脂的效果 同时呢也还会非常影响我们的一个心情和自信心 如果你现在想要减肥或者是想要改变身材的话 今天的视频应该会对你有一些帮助 早餐是我最爱的黑森林可可烟麦粥 为了节省早上的时间 我做成了隔夜烟麦 因为这种烟麦片其实在加工的过程中 是被正熟在压扁的 我们平时煮烟麦只是为了把它煮软 我今天想要减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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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肥的 减脂的第一大误区呢 就是认为减肥又可以瘦 减肥就可以瘦 减肥是可以瘦 第一点最常见的误区呢 就是只要运动就能瘦 或者是认为运动可以抵消掉 不健康的饮食方式 然而事实确实 运动其实是一种效率很低的减脂方式 大家不要误会 我并不是说运动对减肥没有用 运动不仅有利于减肥 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 但是如果不管你饮食 光想靠运动就达到瘦身的效果 真的效率并不是很高 虽然我们都知道减肥在于制造热量差 然而身体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法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对我们的荷尔蒙 我们的血糖 我们整个的日常代谢影响都非常非常的大 其实这些东西决定了我们身体 到底要储存多少脂肪 并且在哪里储存脂肪 另外的运动还会给人心理带来一种安慰效应 因为我运动了 所以说我不会发胖 我要奖励一下我自己 如果你的饮食非常不健康 只是想要通过运动来增加热量摄入 达到瘦身目的的话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吧 但是效率很低 就是说你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然后最后的成果也微乎甚微 这些第二个比较常遇到的一个误区 就是认为只要少吃就能瘦 这点我觉得大家其实多多少少已经被科普过了 原因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每天摄入的热量过少 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 让我们的身体变成一胖体质 虽然说我不是很喜欢一胖体质这个词 我觉得这个词从字面来看稍微有一点点误导人 但是确实是如果你过度节食 你的身体长时间摄入的热量不足 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肌肉比例 然后从而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 让我们每天消耗的热量变少 从而让我们的减肥变得更加的困难 我真的收到太多太多太多微博里的私信了 都是一些女孩结食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自己的代谢变慢 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变差 然后才开始后悔 我真的非常希望你们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变瘦变美 不要用结食这种极端的损害我们健康的方式 第三个误区就是过度喜欢给食物打标签 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这个误区就是 减脂期什么都可以吃 但是什么都不能没有限制的吃 无论是你认为健康的食物还是认为不健康的食物 其实我们是没有必要过度的去压抑自己的食欲的 尤其是食欲你压抑的越强烈 它其实反弹的越强烈 到某一天爆发的时候 其实还不如说你在平时去适当的满足你的食欲 你每天吃一块饼干 好过你在某一天爆发的时候吃掉一整箱饼干 午餐我选择了剁椒蒸娃娃菜和豆腐 搭配杂量饭 米饭是我之前做好在冰箱里冷冻的 吃之前画一下就好了 冷冻是保存碳水类食物最好的方法 面包也是一样千万千万不要冷藏 剁椒是非常棒的天然医生菌 热量也很低 不过还是加了一些芝麻油 第一是为了调味 第二是增加这餐中的健康脂肪 否则这些作为午餐饱腹感就比较弱 下班之后因为要去练瑜伽 所以说晚餐在工作室楼下的机械家吃的 选择了招烧鸡肉饭 并且加了一份蔬菜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不加酱汁会更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日三餐了 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 谢谢大家